一分钟好成语 门可罗雀 典故说明 史记及正列传 中叙述的是汉初吉案 正二人是吉 吉案在景帝时任太子喜马 五帝时初任东海太守 后又被照为主角都位 正当时则是先任太子设人 后迁为大农令 两人在当时都是位居高官 受到众人敬畏 每日上门八戒逢营的人不计其数 但由于他们刚正不科的个性不是官场 后聚丢官失事 连生活都陷入困境 在此之际 往日川流不息的宾客也就消失无踪了 同样的历史上有位嫡公 他是汉文帝时的大臣 曾经任职庭位为九卿之一 位高权重 在他任官期间 每天家中宾客意识络绎不绝 把大门挤得水泄不通 但当他失去官职后 就不再有人造访 门外冷冷清清 空旷的似乎可以张开用来捕捉鸟雀的大网 后来他又官复原职 昔日的宾客又再度登门了 这一失一的一平一副交替所形成的不同景况 让狄公看透了事情 试清了这事态严良 实际作者司马迁以狄公的这段史实 表达了对官场中人情冷暖之感慨 更说道夫已吉正知贤有事则宾客十倍 无事则否旷众人呼 意思是说像吉正这样出色的人 都会遇到这种冷暖的待遇 何况是一般人呢 司马迁恐怕也反映自己当下的心情吧 后来门可罗雀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做官的人师是后宾客稀少的景况 亦可用以饭纸一般来客稀少 门庭冷清的景况 今天学会门可罗雀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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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